你好,我是有成妈妈 今天想说一个最近比较热门的话题 就是日本的出生人口达到了他们有记录以来最低的出生人口 2021年的总出生人口只有81万多 81万多的话相当于我现在住的这个市的总人口 那他们的出生率也降到了1.3% 好像是创造了6年连续下跌的一个记录 的确我来到日本之后 我就发现我老公这边的亲戚的小孩子特别特别的少 像我包括我老公的亲妹妹我的小姑子 她也是没有生孩子的 然后她的堂兄妹呀表兄妹呀 有一半以上都是没有生孩子的 但是就是生孩子生的这么少 但是他们的出生率还有1.3% 我刚开始也觉得还挺奇怪的 后来我就发现日本的女性要不就不生孩子 要生孩子的话一般都会选择生两个以上 就是生三个四个都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 像我儿子的同学啊我女儿的同学啊 他们都是有兄弟姐妹的 当然独生子女也有 只是说比率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这就是他们出生率还能保持在1.3%的一个原因吧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再说一下就是我身边我老公的亲戚 不愿意生孩子的一些原因和理由吧 首先说一下我老公的亲妹妹我的小姑子 她不生孩子的原因就是 他们结婚了之后 然后她老公没多久就生病了 生病了她就要赚钱养这个家庭嘛 所以她就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孩子 所以就选择没有生孩子 然后我老公有一个大表姐 她就是个人能力特别的强 然后兴趣爱好也是非常广泛 她结婚的老公经济实力也是非常强的 但是他们也没有生孩子 后来我就问了一下 他们就是说好像是结婚结的比较晚 然后错过了最佳的一个生育年龄 所以就选择不生孩子 然后还有一个表姐是 因为好像生病了就长期吃药嘛 吃药的话就怕影响孩子 所以也是选择没有生孩子的 然后有一个表哥 没有结婚 但是他的没有结婚 当然就是没有生孩子嘛 他说他以后也不结婚 也不生孩子 因为他有自己的个人兴趣爱好 他的兴趣爱好就是 那个他家里有十台那个重型的机动车 就是那种很炫酷的那个摩托车嘛 有十台 然后平时就上班 然后周末的时候 选一台自己喜欢的摩托车 就去兜风 节假日的话就喜欢开他的摩托车 去爬那个盘山公路 平时一有时间就在家里洗啊 擦啊擦他的摩托车啊 保养他的摩托车啊 他说他不需要结婚 也不需要孩子 他说这些就是他的摩托车 就是他的女朋友 就是他的孩子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不结婚 不生孩子都是有个人的原因和理由的 当然也有很多人为了生孩子 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 就是非常多的辛苦吧 我觉得也是应该被尊重的 包括我自己生两个孩子 也是付出了非常非常大的牺牲 那有的人就说 那你为什么要生两个孩子 我觉得首先主要是有两点原因吧 第一个原因就是 我从小是生活在一个 兄弟姐妹比较多的一个生活环境 所以我觉得生孩子 就是有兄弟姐妹 是非常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 第二个就是 我老公这边的小孩子 真的是太少太少 我觉得我生一个孩子 孩子太孤端了 也想给他找一个伴吧 生一个伴 有一个小时候有一起玩的一个玩伴 所以就生了两个孩子 但是如果再让我生第三个孩子 就是你给我什么我都不会再生的 因为我的能力有限 时间有限 精力有限 所以量力而为吧 生两个孩子已经足够了 我不会再生第三个孩子 有时候我就 很多时候我会抱怨 生孩子太累啊 养孩子太累啊 要太花钱了 然后自己也要牺牲很多东西啊 但是我从内心的深处 我是不后悔生他们 我很爱我的孩子 有时候我也会问我老公 你说我说 你有没有后悔结婚生孩子 然后我老公说 结婚后生孩子之后 是完全两种不同的心境 反正各有各的苦 各有各的乐 既然来到这个世界上 那各种苦和乐就都体验一下吧 他说他不指望孩子能够成才 但是他非常感谢 就是孩子选择了我们当他的父母 听得我都非常感动 的确想一下我自己 我小时候也是生活在一个 兄弟姐妹非常多的一个家庭 然后家里的物质条件也不是很好 但是我仍然从心底感谢我的父母 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 我觉得并没有说因为我的家庭 我的父母没有给我很好的物质条件 没有让我接受很好的教育 我就去抱怨他 从来都没有 我依然是非常爱我的父母的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有时候孩子的快乐和幸福 真的是跟家庭的经济条件 没有 当然也有一定的关系 没有直接的很大的关系 因为这个社会真的 现在这个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 并不是说你要通过读书啊 就能达到人生的幸福等等 这样子的社会 这个社会有更多的包容和理解 那我觉得生孩子有生孩子的苦和乐 不生孩子又不生孩子的苦和乐 大家就是不要去指责 也不要去道德绑架别人 因为这个真的是每个人的自由的选择 一个人生活也可以很好的生活下去 一个家族生活也可以很好的生活下去 那大家的话需要更多的包容和理解的话 让每个人的话都有自己的 能够选择生存的一个空间 社会如果多了一些包容和理解的话 相信大家也会更加的生活的轻松快乐一些 我希望是这样子的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那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